我们可以用构造脚本来创造柵栏这样的直线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之前有学过spline样条 是不是曲线的东西也可以来做呢 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地方边上来一个石头墙 看一下这个石头墙怎么来做呢 我们用这个样条组件和构造脚本来实现 好 构造 先创建一个难图 取名字呢 我们叫做bp这个rocks石头墙 rockswall 石头墙 好 把它拖到这里来 我们为了这个节约时间 那我们可以将刚刚我们创造的这个fences 把它复制全部复制过去 因为代码基本上相同 我们看看是怎么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跑到这一边的构造脚本 我们来看看怎么修改 首先先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连起来 我们来添加一个东西叫样条组件 这个之前呢 我们有添加过一次做那个漂浮的岛的时候 来找一下这个样条组件 样条组件 放在这个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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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看一下湿口中 这个样条呢 稍微把它拖长一点点 拖长一点点 好存一下 好 有了这个样条 我们来再来加一个东西 来一个整数 表示石头的个数 表示石头有多少个count 和我们之前那个栅栅个数是一样的 这些地方都一样 但是呢 产生的位置 我们得 我们不需要这个了 而且另外栅栅也不是了 我们把它变成石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 如果你看这个是灰色的 没有 表示还没有创建 我们可以点右键 创建变量 fances 我们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rock 石头 我们不是用 然后编译 这一段都不用改 但是呢 我们需要添加一些石头进来 把石头找一下 好 我们可以随意丢几个石头进来 随便丢几些 好 丢了四个石头进来 当然你可以丢更多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用修改了 因为我们是获取它的长度减一 好 后面把这个模拟物理可以去掉 我刚刚那个栅栅的模拟物理 应该也去掉 要不然会出错 好 我就看它的位置怎么来生成 我们用到了样条 样条之前还记不记得怎么用 首先我们要获取这个样条的长度 对不对 整个样条多长 然后根据这个值 比如说我们有十个 那我们等于就是将样条分成了十份 好 这个地方除以 Count的数量 好 看看这个地方 能不能理解 比如说我要生成十个石头 那么样条的百分比就是什么呢 就是 十个除以一 十除以二 十除以三十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乘以 乘以 把它放在上面 把它放在上面 样条的长度 乘以 现在这一颗石头 它所处的 这一个百分比的位置 好 然后再将这一个值 我们再用一个Spline 叫做GetDistance 获取样条处距离 样条距离处的位置 好 这个跟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个 漂浮的岛 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拖远一点点 用这一个数 Distance 这个Distance 哪里来呢 就是从我们的样条 总长度乘以 现在这一颗石头 应该所处的 这一个百分比的位置 我们乘以 给的这个Distance 然后 再给什么呢 再给 这个 Location 对不对 给它的位置 好 我们来看看 便宜保存一下 然后拿一个 我们拖刚刚那个 石头 的难图出来 看一下哪个地方的问题 它没有出来 石头是因为这个Count 没有设置 我们先来 10个石头 先来10个石头 先来10个石头 默认的10个石头 好 10个石头 现在堆在一起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把样条给拿开 我们现在找一下样条 因为黑色这个样条 是不是找不到呢 看一下这个样条 我们把这个样条稍微拖长一点吧 默认就拖长一点 这个样条 还是看不到这个样条吗 样条在这里 按一下这个G键 按下键盘上G 就可以来换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将样条 拖长 然后呢 也样的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曲线 好 这一边呢也是 可以把它 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个点 然后呢 再 再进行拖放 好 好 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造一个石头墙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石头有一些尴尬 长得太一样了 而且没有旋转 我们可以这样子 再加一点东西 将这个旋转的值 我们再随机一下 这样子呢 就可以 嗯 X轴 Y轴不要旋转 因为这个旋转的话 石头可能会变成一个 底下会穿模 所以呢我们把Z轴来旋转 我们把它展开 让Z轴来随机产生一个浮点数 产生一个浮点数 叫范围内 产生一个浮点数 让它自动旋转多少度呢 0到360度的任意一个数字 好 把Z轴转大小 一样的 大小我们也可以来一个随机的浮点数 嗯 随机浮点数 它可以0.6倍到1.2倍之间 好 这样子呢 就不会看上去太一样了 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哦 隔太远了 对吧 我们把石头的数量可以增加多一点 把这个Count 眼睛打开 嗯 可以看到你在不断的变化的时候 每动一时到它会产生一个行李的变化 我们把变成30 好 这样子呢 就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石头墙 啊 创建一个石头墙 啊 使用的这个叫做样条 样条组件啊 还可以把它给拉长 因为数量 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它拉长一点 好 随机来创造了一个石头墙 我们还没有点运行 就已经创造好 对不对 这个就是呢 呃 构造脚本它的作用啊 构造脚本 对不对 对不对